而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感染的情况 在这个周末假期似乎有扩大的情况 在我们的林区台东县北南乡的出路地区 26号的深夜通报新增了一名确诊病例 随后台东卫生局是紧急的扩大裁检 密切接触者并从27号中午开始 在出路国小设立了快筛站进行筛检 而在27号已经有6位民众确诊了 27号一早 县府防疫消毒大队 在出路的街上大动作进行环境清销 台东县维持了长达280天的零确诊 27号当天宣布破工 26号深夜 住在出路的一名女子身体不适 就医后裁检确诊 卫生局进一步的裁检密切接触者 23号下午3点前又筛出了5名确诊个案 县府在27号当天宣布有6位台东相亲确诊 海东在维持280天的本土零确诊之后 今天新增6起的本土案例 非常感谢卫生局 我们昨天深夜接获通报第一起本土个案之后 紧急启动消防局悲难分队的防疫专车来接送确诊的民众 卫生局并彻涉的匡列做疫调及扩大裁检 在今天凌晨3点又追出了3例的确诊案例 在刚刚将近3点的时候 再增加2位确诊案例 但这2位确诊案例目前的疫调还在进行中 至今我们总共匡列了18位做PCR的裁检 其中6位确诊 其余12人全为阴性 另外还有5位匡为自主健康管理 卫生局同仁仍针对他们持续的进行疫调中 透过卫生局的疫调结果 大多数的足迹都落在出入地区 因此宣布紧急在出入国小架设快塞站 并从27号中午开始为当地的民众进行筛检 县长也呼吁民众尽快前往快塞 根据卫生局的初步疫调 环保局在今天早上防疫消毒大队 已经出动完成相关足迹的周边清销 卫生局的同仁也协调备难卫生所 医检师工会在出入村设置快筛站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快筛 那我们从今天下午12点半开始接受相亲筛检 到目前为止总共有204位受检 目前全部都为阴性 我们在这里呼吁出入地区 或您经常出入地区的民众 请赶快前往我们出入的快塞站进行筛检 到了下午4点为止 出入国小的快塞站一共筛检了280位相亲 所幸全输阴性 目前仍持续筛检中 而县府对于防疫的相关规定 也推出了加研措施 包括医院与住宿型机构停止探病到4月10号 出入国小及国中28号停课清销 校庆延期办理 4月10号前不开放校园 还有加强夜市消毒与八大行业机查灯 请民众们务必多加留意及配合 希望这波新冠疫情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下来 接着安吉伦 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